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每周一讲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国际足球联合会世界杯 国际足球联合会世界杯简称世界杯 是由全世界国家级别男子球队参与 象征足球界最高荣誉 并具有最大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足球赛事 世界杯全球电视转播观众超过40亿 世界杯每四年举办一次 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国地区都可以派出代表队报名参加这项赛事 巴西国家队是夺得该项荣誉最多的球队 共获得五次世界杯冠军 世界杯分为小组赛、淘汰赛、半决赛和决赛 获胜的国家队将赢得大力神杯 大力神杯是足球界的最高荣誉的象征 整个奖杯看上去就像两个大力士拖起了地球 被称为大力神金杯 我们刚刚学习了关于世界杯的小知识 那我们来做三个quiz看看大家学到了什么吧 第一题 世界杯奖杯的名字叫什么 第一题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world cup trophy 第二题 世界杯每几年举行一次 第二题 how many years will the world cup be held 第三题 世界杯以什么赛制进行 第三题 what competition system will the world cup play in 现在由你来说说你看过世界杯吗 说说你最喜欢的球队 好了 今天的每周一讲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喜欢 我们下周再见